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半棋红方是由广西的邓桂林对阵黑方的山西的韩强 邓桂林应该说也是一位老棋手了 他这些年也代表广西参加全国象棋甲级联赛 并且在关键时候有的时候还发挥比较好 是吧 但是对于亲密朋友们来说 可能邓桂林和韩强两个人并不是特别熟悉 应该他们还是比较年轻 对对 应该说就是特别重大的比赛当中 以前是出现的比较少 像这个约翰王子卑是相继协会今年刚推出的一个 就是面对广大业余高手的比赛 所以他们也有亮相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 应该也会看到不少新的面孔 对 双方以仙人之路对足开局 对 这样呢 仙人之路 红红是有意把那个炮摆到了四角 就是炮八平六 这个应该说也是邓桂林自己感觉 对这个阵型比较喜欢吧 看来这个棋手也是偏稳的一个棋手 是吗 对啊 我不太了解 但是看上这个风格 应该是 不是 看上去不是特别好战的 对啊 因为我们很多亲密朋友们 可能也是这样的感觉 把炮摆到四角 这个棋手好像稳一点 对 是个形状棋 但是呢 对于业余来手 对于业余棋手来说呢 这个很难 看到最后的结果 也许一会就杀起来了 对对对 好 我们继续 嗯 红方跳马 好 转成中炮了 嗯 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假如这时候走马七进八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马七进六 这样的黑方的中路会比较薄弱 红方站上河口了是吧 黑方封居就失去战口口的位置了 嗯 这样红方是不是正常出居了 正常出居 嗯 黑七 泡阿平气垢 嗯 红七 红七 红八进三 这部棋就是比较巧了 以前更多的出现的 可能是居八进六 哦 这样 对 这个居八进三也选得比较稳 是吧 嗯 居八进三其实它未来 还是过会 我们就看棋局的进程 就会发现 它还是为兵五进一之后 马三进五留了 留了一条马路 是这样 哦 这样 这盘棋是在整个比赛的 应该是中 第七轮 这盘棋是第七轮 嗯 当时呢 我们两个棋手都是领先的 是吧 对 然后相遇 所以这盘棋也是一个 比较有悬念的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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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棋 对 是 嗯 长大 长大 G4进3 黑方 G4进3 长起来 嗯 红王这部棋走的是 G2进6 嗯 呃 在以前 更多的比赛当中 出现的是 马三进五 哦 直接跳马 准备冲中兵啊 呃 准备冲中兵 嗯 对 呃 呃 黑方最早的出现的是 马六进五 交换掉 哦 交换掉 G8平五 嗯 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 红王有可能G2进7 捉炮啊 并且 铸入 路筋 往前冲是吧 是 那黑方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说炮尔平一 赶快把G2进出来 补个室什么的 嗯 对 黑方 这样谁好一点呢 嗯 感觉上红方是稍好 但黑方也是 可以看很 对 黑方子的位置 也挺正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以前 这个棋局 马三进五 有人下过 而黑方还敢这么来 肯定他也是 有一定的心得 有准备是吧 嗯 所以在这时候呢 可能 邓桂林估计到 这个 韩强会有准备 所以他走了G2进6 比较新颖的攻法 哦 这邓桂林 好像我在联赛里面 也听过 他有下 下广西队的 是吧 出征是吧 所以好像 我印象中 他应该比韩强 在我脑海里的 出现频率要高一点 名气要大一点 是是是 邓桂林呢 以前还是 桂林三剑客之一 那个时候 还是小有名气 当时桂林三剑客 但是好像 这个比赛下完之后 这个邓桂林 相对比较可惜 两个人 在经过14轮的 争夺之后 对 双双的进入前两名 是 然后赛制要求 规定一二名 重新再争夺冠军 是吧 这个赛制也挺有意思 挺有悬念 然后他们俩在最后的决战中 挺可惜的 是挺可惜 对 这盘棋呢 应该说 就是是第七轮 对于大家是 能否闯进决赛 是非常关键 对对对对 闯进决赛了嘛 就是保二争一的那种 是吧 邓桂林呢 应该说也是一位 非常好战的棋手 他就是棋风非常 偏进攻性 你有跟他下过棋吗 我跟他下过棋 你跟他下过棋 比赛联赛里面 对联赛里面 团体赛也都跟他下过 对 他进攻力还是比较足的 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他 实战啊 黑方选择了14进5 红方 炮 主要拼4 够了 这个时候黑方走了 炮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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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藏着足三进一 要藏着足三进一的 这个就是有点含蓄 但是在这个棋的 这个局面下 他这个含蓄 可能是出了点问题 是吗 对啊 走得有点花了是吗 走得有点花了 还不如直接走足三进一 应该走足三进一 对足是吧 不如直接走足三进一 那红方就对掉吧 红方就对掉 红方对掉 黑方就满意了 对掉啊 黑方是比较满意的 马往两边踢呢 嗯 为什么说不行呢 你走足三进一 红方跳马呢 你说 哦 足三进一 红方跳马 跳马也 跳马的话 但是先把马踩了 马踩了的话 你再拱了 应该说黑方 也是满意的这个阵型 可能黑方 应该说在这个局面下 过于比较贪吧 还想保留一下变化 再走足三进一 想把战线 拉得更漫长一点 对对 但是这个红方就没有给黑方在足三进一的机会了 他有一个比较巧的手的兵武进一 对我也觉得是这炮二进一来得及来不及 好像看上去 嗯 有悬念 就不让他在足三进一的这个进攻思路 就是能够得以实现了 对啊 那黑方是 黑方局势兵武 只有接手了 红方马骑进六 这是个先手 嗯 先手 你这样足三进一的话 我就居四退一吃马了 对啊 就是啊 所以黑方只能是 往六一击 红方 居四退三 这样等于黑方的计划失败了 嗯 足三进一没走到 炮二进一就有点废了 是吧 对啊 哎 有点废了 那我们来看红方有没有办法来对付黑方这个疑问手啊 嗯 对啊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红方如果能够走居八平四更有针对性 因为居八平四的话 接下来我马六进七 然后相有问题了 一约约的是吧 对 对相有问题 然后卡相眼什么的两个居住在勒道 嗯 对对 那他是不是怕这边底线会有问题会吗 嗯 底线应该说 来不及吧 我估计他当时顾忌的也就是怕底线有问题 是吧 我觉得 啊 扔下来 扔下来应该是不怕 但是感觉是红得快 嗯 你还得再次炮再居二进九啊 是 我可能马六进七一登居 然后居四进二了 对 对 嗯 现实中走的居四推三呢 当然也还是可以 他 嗯 又避开了黑方足三进一的先手嘛 也是稳健推进的一个办法 这时候黑方走居五进一 黑方也走得很强硬啊 逼着红方表态 嗯 红方马六进七 但是我觉得黑方越陷越深了 嗯 黑方确实越陷越深 因为这个红的马六进七 好像是势灾必行了 你再吃它 对对对 是吧 是 这像怎么解决啊 这个地方 呃 实战黑方式走的居五平三 嗯 呃 可能 呃 稳健点还是应该走逐七进一 逐七进一 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至少就是说 不把居离开中路吧 让他没有 描着像的机会是吧 对对 居离开中路的话 呃 我们就看 呃 现实中啊 就是 实战 实战当中啊 这个红王就有炮五进五打相的机会 哎 这个一子破双相啊 在我们像棋的里面 经常会有这么一个凶狠的入局的手段 对 呃 气炮换双相 骑士逼英雄啊 对 是有这么一个棋验的 但是有的时候换相 我觉得这个业余棋手应该看到是马换还是炮换哈 这个有时候挺纠结的 是要求最后马留在那厉害 还是炮留在那厉害 这个我想应该是 看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分析啊 对 对于这个棋来说 我觉得马好像留在那更厉害一点 对对 马留在那更厉害 那这样它只有飞吗 只有飞 然后马 登了 这样的话 就是马两边都有僵 肯定是威胁更大一些 嗯 现在是 呃 就实战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走的是 实战 选的马 是吧 那肯定它觉得炮也挺厉害的 嗯 我们来看看 炮打过去 炮五进五 嗯 这样黑的只有落势了 嗯 红德接下来有什么手段 红德实战当中走的是 像七进九 哦 走得还挺稳 嗯 他怕他炮二平三闪击是吧 对对对 他炮二平三 其实这个时候啊 呃 如果走得更好 应该是走 帅五平四 帅五平四 直接 直接就进攻了 嗯 这个时候呢 黑方呃 呃 顽强的下法 应该下 鞠三退一 呃 呃 在这个时候 黑方的阵型还是比较稳固的 呃 呃 虽然是呃 呃 双向没了 但是阵型稳固 不住不足以被击破 这样红德没有炮六平五 什么的手段 他当然走的是 马三进四 嗯 这样 红红就马三进五 这个 马三进五走得好 是吧 啊 那这一步是很巧的下法 对 马三进五走得好 我在打吉普的时候 我觉得他交换的很妙 嗯 应该说这一步就 顺时把这个局势就定型了 打开了 对 打开了 对 这样如果你踩了 那就炮五推四打回来 然后把你马削了 嗯 这样一打 这样一打 这样交换完了红的多像 对 直接就上市了 是 哦 黑方就走了 G3平二 对 G3平二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就走了一步 就是一锤定音的好奇了 嗯 炮六平五 炮六平五 黑方本以为红方吃了以后 然后马四架踩过来还能下 是吧 对啊 如果按吃了的话 黑方马四架肯定是能下 毕竟多个大子嘛 对啊 就是红方还且折腾呢 嗯 对对 这炮六平五走得也好 哎 非常好 应该就是马三进五的后续手段 对 他只能 降五进一 降五进一 这样 黑方如果降五进一吃炮的话 红方就马五进六 先手 把整都吃了 对 嗯 这样他只有出降了 马五进六 这肯定都是在红旗当时的计算之内了 对 红方走得还是一口气都不给黑方喘气的机会 是吧 一气呵成 对 黑的吃炮 哎 这个时候 红方当然也可以走马六腿八 马六腿八他就吃了 吃了的话 就 炮四平六 也是这样子 哎 这样的 但是 红方走得更紧臭 炮四平六 黑方抛进三 这样 这样红旗是杀 这样红旗是杀 假如说你拒二进一对拒的话 他有可能马六腿七 这好也是绝杀 对 所以黑方只能是这样四进一 这样红的把黑的都吃光了 嗯 这样 把八进六 僵死了 对 如果你下降 他就马六进七 下降马六进七 吃拒了 对 出来就招死了 就六平四招死了 嗯 这盘棋应该说还是非常精彩 在尤其中局阶段 尤其刚才马三进五开始之后 炮六平五这几个连续的进攻手段 是把我们邓桂林的攻杀的特点 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 走得又很巧 又很紧凑 嗯 这盘 迎起之后呢 他也为自己获得了比较有利的位置 来 就抢得先手了 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带来第二盘的对局 接下来给您带来另一盘精彩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姚洪欣对阵曹严磊 对 下面我们就讲七局 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很有意思 在姚洪欣的布局当中 应该说十盘有九盘先手 都是走马八进七的 哦 是吧 那怎么此番辩证了 是啊 这个就是让我们有点 意想不到的事 可能是当年就是姚洪欣跟曹燕磊 曾经在一个队里待过 就是两个人 队友 曾经单位队友 都是河南队的队友 所以对双方都很了解 现在曹燕磊 现在曹燕磊是代表澳门 加上澳门了 对对 这些年呢 就是澳门也对相企业特别重视 是吧 这个所以把曹燕磊引进到澳门 对 现在澳门了 曹燕磊也为澳门带来了很好的战绩 是 向其中 兵机进一 马二进一 顺向啊 我们在电视讲期里面很少能讲到顺向 对 顺向的布局应该说也是很少的 通常感觉就是 还是 红方你飞了一步 我黑方也飞一步 像感觉总是一样的棋 我少走一步 亏一点 所以其实选择的会比较少 对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蒋大师跟我们讲讲这个顺向 里面有什么绝妙的地方 这个鞠怎么出啊 马怎么跳 对啊 其实四项棋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平稳 但是因为像棋也是比较严谨嘛 所以说 在一些细微之处也是 非常值得探讨的 是吧 所以就是业余棋手总不知道这个棋型啊 怎么布置为最佳 怎么更合理 让它发挥的效率更高一点 是 我们在电视讲期中一般也以中炮为主 因为比较精彩嘛 对对对 对 所以很难得有机会来看到顺向啊 是 来接下来黑棋 这个形状应该是飞向局里面比较常见的 对吧 对 所以编马 然后横拘 横拘 让拘快速出来嘛 对 然后红毛马 第三 嗯 足弃进一挺兵 红的 哦 冰酒进一了 在这种棋型下 冰酒进一就是下的是比较少的 我也有疑问 通常更多的还是居酒进一 居酒瓶四 对吧 然后居四 我印象当中是这个飞向局都是一人掌两个居 对对 然后然后去肋上抢肋道是吧 然后双方在那互相的抵制着 谁也不吃谁 对对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 它先出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居毕竟是我们的最强子嘛 尽量量到最有力的位置 对 因为这个摄像机好像出直居相对不太容易 嗯 出直居不太容易 因为双方的炮都没动啊 对 而且它还经常是有外口马封居啊 之类的手段 是 但是此番这个冰酒进一 我觉得感觉上有点偏 嗯 是啊 可能是就是杨恒星嘛 我刚才说了 它可能走马八进七啊 骑马局更多 而飞向的棋局的话 它是走的比较少 另外呢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业语棋手 所以它非常求战 我觉得杨恒星特有个性 对 属于特有个性那种棋手 它下棋也是不按常规出牌 是吧 不具有格型 对对 我们接下来看 并九进 黑棋怎么应对的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跳 嗯 那红棋自然会并九进一队 走了就肯定要掉了 是吧 这样杀过去 就是这个编剧杀出去的效率有多高 对啊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说最疑问的地方 编剧杀出来 肯定是黑方马已经被它活了一下 是吧 嗯 对啊 就是你主动送兵 然后把他编把放火 对对 是 黑棋 黑棋走了是居一平四 那简单是我来问 这个居一平四好 还是居一平六好呢 应该说居一平六更好一点 居一平六的话 我觉得这种是不是有对居的可能性 对啊 这样的话 红棋泡发品酒 黑方有可能 确实像你所说的 可能会对居 对对居 虽然我就想嘛 就是看你态度 你肯定是不可能吃的 对吧 是 你吃了我马跳出来太舒服了 但是你要是进或者退呢 虽然我的居挡着马口 但是你那个居也有点小别扭吧 对啊 进一步 那从后面的实战 我们看也会发现 这样的话 黑方就便宜了一步 他居在这里的时候 他没有对黑方用炮 换马再换像 就是 就是居总是顿了一步 恐惧是吧 对对对 将来这黑的马想跳 这居还能往里进 对对 还有这种可能性 是吧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居平四和居平六 反正我当时比纠结的 是吧 对对 是看来刘大师的气感也是非常好 我是觉得吗 他是想 他可能是想躲开马口 对 人家可能也有人家的道理 是 是吧 我们来接着看 实际上走的是泡泡瓶酒 泡瓶酒 黑方泡瓶三 泡瓶三是势在必行了 那倒也不一定 可以走四六进五啊 或者 他打了然后就吃了 然后泡进四这样 保留浸泡的可能性 对 那哪个好一点呢 这个应该说 都有一定的道理 嗯 但是要我 我可能会选择泡瓶三 泡瓶三 更有针对性 对对对 泡瓶四觉得有点 我还觉得有点空 而且你想都单向了 你那个再发出来 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虚 有点薄弱 对 没有那个泡护着有点虚 实战 红方走的是 四六进五 四四进五 黑的 足三进一 那红呢 是不是只有交换了 肯定得交换了 不交换了 马一进三一跳 对 黑方肯定是 这也是红旗设计好的 嗯 飞了 黑的 马七进六 嗯 进六 对 这是必须要跳的 红旗居平四出 黑的马六进七 这都是关子 对 这些呢 走得还挺流畅的 这样红的 走得居住退一 先把居离开显地 是吧 是 然后杀中兵是先手 嗯 这样黑的足三进一 黑方足三进一 也是 关子了 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 哦 居四进七 点 居四进七 这块双方走得一本一眼啊 嗯 这些应该说也都是必然的招法 对 必然的招法 嗯 红的香气进九 那我们从这儿吧 整体经过这么多回合的一个交换 审校局 蒋大师你给我们审校局 啊 应该说到此为止呢 很显然 这个红 黑方应该说 大子也是非常快 剩下的是炮 是吧 更多一个炮 因为红方多剩一个马嘛 是吧 马是短腿 炮是长腿 是快 另外他也多个过河足 就是这个像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像的问题 有没有那么严重呢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就是非常容易就接触到 黑方一个薄弱的像 对啊 就是下招居酒瓶五拦不住了 嗯 所以应该从整体局面来说 还是红方更划算一些 对 我要是我而已 那就证明他当时的那个 冰酒精英这套成功了 那不一定 哦 还有居瓶六 居瓶六啊 这样的 对 就是黑方的硬法可能还是 不是最佳的 不是最佳的硬法 是 嗯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黑方走的是 泡八拼六 泡八拼六 他就肯定想七九拼八 亮剧了 嗯 肯定亮剧 这是必须要走的 吃了 总体来说 两个人哦 这盘棋下的也是 一点都不示弱 嗯 都是把自己 对对方最狠的招法 都吓出来了 对 走的还都是挺紧凑的 嗯 对 黑的出剧 黑的出剧 黄方 G5进一剧 16进五 G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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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 对 他三名四 嗯 赤字炮呢 嗯 黑方走的也是非常狠 哦 不过我觉得这盘棋 双方杀的挺激烈的 嗯 这是整个比赛的 第15轮 也就是最后一轮 第五六名的争夺 对对 其实名次倒不关键了 嗯 只是两个人 就是在那 谁也不服 谁那劲 对对对 让我们能欣赏到 这么精彩的对局 是 下的是相当精彩 此时如果 有一点示弱的话 可能会走 G4退6 对局啊 这样对局的话 那他就接受了吧 对局 红方肯定要接受 接受之后的话 双方都稳一点 就踩了 对 他踩了 他居然长起来 嗯 那还是红的稍好 红的稍好 对对 但实际来看 就是双方就是 没有退路了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服谁 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两人 有点那意思 对对对 平时就挺有个性 是是是 这个也是我们 奇米朋友们的 这个福分啊 对 两个人下的这么激烈 有的时候 那个 那个业余 业余骑手的气 对 有的时候更精彩 更精彩 对 马九进气 这样的话 黑方就贯彻这些思路 石破天惊的 炮丝进气 炮丝进气 打试 比较挑衅了 嗯 打试 假如说 你按常理吃掉的话 黑方就有可能 马七进九 往里一钻 对啊 往里一钻 你必须躲鞠 躲鞠就炮吃了 对 这样黑的就满意了 要入举漏 是是 红方走了 巨二进一 嗯 黑方也是 逼得狠狠 巨八进六 整个就双方 这个棋子满天飞了 嗯 满天飞了 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炮六瓶八的机会 就是啊 对 他肯定是先压进来 这样黑棋 他第一个想干的事 就是将来撕炮 对对 对吧 黑棋就是撕炮 哎 然后将来怎么把这个 左边的鞠再用上 或者那个六头炮再用上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如你所说的 既然他最厉害的手段 是撕炮 其实这个时候 红方可以考虑走向九退七 关上它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关上它 这样的话 黑炮也就没有移动的位置了 是吧 那他怎么办 有后续吗 还 嗯 应该说 向五九退七之后 黑方没有明显的手段 肯定是 红方就是比较好控制局面 红方 红方好控制 一会儿这匹活马怎么整啊 嗯 七路马一跳上去 不是红旗就马一吗 对 是这意思吗 实战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 两位棋手都是进攻勇猛嘛 所以就杀得兴起 他就先跳嘛 这个 不想放手 对对对 抗刀劲 对对 这个时候 他逼着他表态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可以再冷静一些 还是走向九退七 那他可能没看到吧 不是没看到 这个可能是齐峰的性格吧 就是齐峰决定 他觉得他能杀下来 有可能啊 对 他有可能 因为他平时呢 就经常参加业余比赛 像杨红兴也非常勤劳 对 业余比赛参加非常多 成绩也非常好 对 好像近两年 这个业余比赛 也是频率非常高啊 所以呢 他就想快速的就杀进去 我听明白了 所以在这时候 他就没有想着防守一时 对 对 对于这个稍微有点水平 但向九退七并不难看 对 吃掉 他觉得这是先手 吃掉先手 这时候 黑帮就泡四平一了 这个就是很巧的手段 鞠是不能吃的 否则的话 泡六一平二 绝杀了吧 对对 泡六一平二就绝杀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又是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候 实战中 红胖走的是G5推二 对 表面上看这个G5推二 应该是必须要走的 对对对 唯一的拦着他 泡六平二的一个关子 是 但是实际上 这里面还藏不去 其实这时候 更好的下法 应该是走G5平三 G5平三的话 黑帮的炮照样离不开 假如说泡六平二 我G3进二打僵 马3进五 这应该是绝杀 对 就是一个高调马 类似于高调马的杀法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 黑方如果在 如实战走G8推三 我有可能泡二进二 这样就投入战斗 因为G这边能僵着 是吧 对 泡二进二就不好弄了 而实战中走了这个的话 黑方就G8推三 G就非常快地就移过来了 实战中 红胖是走的向五进三 黑方G8平二 红胖G5平四 这样黑的金价 这样6平五 这样好像黑的厉害了 出老价 对 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红胖计算的事物的地方 他以为自己速度能够快一点 这样他能以为自己速度够快吗 他如果 这个可以明显快 把这个局的 如果这个局 这个局的话 黑方 红胖可能还 速度还是挺快 哦 他泡没带僵 没带僵 对 但实战中 所以啊 其名朋友看这种棋 虽然看上去很凶啊 两条区 但是使哪个僵很关键 对对 有可能一招之差呢 这个整个的棋就完全地变了 对对 所以 实战中 黑方是G4平1 考虑之后 姓江 G4平7 这样保留泡一退一是个先手 对 接下来就是 他接下来有泡一退一 又抽居的机会 对 这样红旗不好防了 嗯 红旗确实不好防了 也杀不过了 对对对 红旗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 比如说泡进去 在中间灌僵啊 什么之类的 但现在速度显然很慢 显然很慢 他这一僵抽僵就 马上就是 这个居要丢了 泡平衣什么的 全都来不及了 对对 整盘棋呢 应该说 红旗输的是挺可惜 这盘棋啊 我们刚才看 他有好几个机会 都是胜定的机会 没有抓住 应该说 但是他 最可惜的还是那个 居武平三 对居武平三 是吧 对对对 不过居武平三 我觉得他们这个实践 40分钟加10秒的 这个实践应该 我估计走到这个时候 已经双方时间 非常紧张 对 所以居武平三 也挺考验人的 应该是第一感是居武推二 对第一感 让大家都是居武推二 对对对 居武平三 还是要建立在这个 七手对杀杆很敏感的 一个基础上 对对 是 这半棋呢 是非常精彩 应该说 双方也都把自己 就是进攻的风格 都发挥出来了 是吧 为我们奉献了 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对攻大战 只是 黑方在最后 就是更加幸运地 获得了胜利 是吧 当然 这一段盘胜利 应该说 也让曹燕磊对自己 也更加积累了信心 是吧 好像在前不久 举行的一些全国公开赛上 曹燕磊还战胜了 王天一获得了冠军 是吧 所以说这个 那看来这个 对 陆林好汉也 非常厉害 也不如小事 是 这个呢 约翰王子杯 是今年的首战 对 在元旦的1月1号 到1月4号 来下的这个比赛 我们呢 也有幸看到了 业余洗手的 很多新面孔 对 也希望呢 这个开头呢 能给大家 拉开一个好的序幕 然后在今年的 整个比赛中呢 能看到更多精彩的对局 嗯 好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